唐玄宗独宠杨贵妃十一年,却未生育任何子嗣,究竟是何原因?是杨贵妃不能生,还是她不想生? 开元七年农历六月初一,杨贵妃出生于四川一个官宦世家,杨贵妃祖上曾担任隋朝上国著、立部尚书等职位,杨贵妃的父亲杨玄也年轻时曾担任过属丝户,按照今天话来讲,杨贵妃是一个标准的官二代,就这样杨玉环在属地度过了童年。 杨玉环从生下来便是个美人披子,幼年时期再数的就已经展露出倾国倾城之美,如若她生活轨迹一直未发生变化,那么也许历史上便有可能没有杨贵妃和唐玄宗之间的爱情故事。 十岁那年,杨玉环的父亲杨玄也病逝了,家中只有她独自一个人,一个十岁小姑娘若想独自活下去,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 杨玉环被送到洛阳三叔杨玄脚家中寄养,寄人篱下生活并不好过,好在杨玄脚带杨玉环如同亲生女儿一般。 杨玉环从生下来便拥有一副出众的外貌,优越家庭条件使杨玉环从小便接受了良好教育条件,这不仅培养了她温婉多顺性格,而且杨贵妃精通音律,擅长舞蹈,能歌善舞的杨玉环斗寇年华之际变成了洛阳城中远近闻名的大美人,其追求者若一不绝,前来府邸求亲者上至王公贵族,下至富甲一方大户。 杨玉环入洛阳后和唐玄宗的女儿贤怡公主成了闺蜜,开元22年7月,贤怡公主在洛阳举行大婚,杨玉环作为闺蜜好友受邀参加,因缘天注定,在贤怡公主婚礼上,受亡礼貌对杨玉环一见钟情,此后受亡礼貌对杨玉环展开疯狂追求。 受亡礼貌经过一番追求,终于抱得美人归,童年,在舞会妃的要求下,唐玄宗下诏正式册封杨玉环为受亡妃,婚后二人十分恩爱。 若没有唐玄宗这个公共中间插一脚,受亡礼貌和杨玉环之间婚姻也许会幸福美满一辈子,历史上杨玉环的命运也会改变。 半路杀出个唐玄宗,杨玉环命运由此转折。开元二十五年,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舞会妃病逝,一个妃子罢了,对于后宫嘉丽三千的帝王来说,如同九牛一毛,何况唐玄宗一生风流倜傥。 谁也没想到,舞会妃病逝后,李隆基终日郁郁寡欢,面对后宫嘉丽三千,他却丝毫没有兴趣,终日以泪洗面,李隆基作为大唐王朝最高领导人,他的一颦一笑事关大唐设计安危,皇帝终日郁郁寡欢,势必影响江山设计。 既然唐玄宗是因舞会妃去世终日郁郁寡欢,那对政下要便可,唐玄宗身边人向李隆基敬言,听闻寿王妃杨玉环资至天庭,以冲耶庭,李隆基听完后便命人将寿王妃传入宫中,李隆基第一眼看到杨玉环,便被杨玉环倾国倾城之美深深吸引住了。 失魂落魄的唐玄宗也不郁郁寡欢,一心想将杨玉环纳入后宫,转念一想不行,再怎么讲杨玉环也是寿王妃,若公然将杨玉环纳入后宫,势必会招致满朝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,何况还要顾念儿子寿王感受。 可美人就在眼前,该如何才能将杨玉环纳入后宫? 唐玄宗转念一想,办法有了,他的祖宗唐高宗李志当年不就是使用偷龙转奉,让武则天出家,后来再纳入宫中。 祖宗存有现成方法,唐玄宗只需要拿过来仿制下,为了师出有名,李隆基将自己的母亲窦太后也搬了出来,以窦太后祈福的名义,下召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,次号太真。 转眼时间过去了五年,唐玄宗迫不及待将杨玉环纳入后宫,策立为贵妃,为了安抚儿子李茂,唐玄宗也为李茂安排了一场婚事,将为昭训的女儿许配给她,并策立为寿王妃。 唐玄宗将杨玉环纳入后宫后,开始春宵苦短日高企,从此君王不早朝,成欢事宴无闲暇,春从春游业专业,后宫家立三千人,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生活。 二人共同生活十一年的时间里,杨玉环始终未生育,十一年的时间里,李隆基对杨玉环几乎达到独宠地步。 杨玉环为什么始终未生育?杨玉环始终未生育,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杨玉环。 毕竟生育是唐玉宗和杨玉环两个人事情,那么有可能是唐玉宗李隆基的事情吗? 唐玉宗一生生育子女近六十人,可谓子孙满堂。 唐玉宗最小的儿子叫李景,生年不祥,足于开元二十四年,这距离杨贵妃入宫还有九年之间,也就是将唐玉宗从五十一岁之后再也未生育任何子嗣。 这种案例历史上也不是没有,武则天嫁给唐太宗十余年,也始终未生育一个子嗣。 天保四年,唐玉宗将杨玉环纳入后宫,策立为贵妃,此时唐玉宗已是花甲之年,现代医学上对于男人生育年纪没有界限,毕竟乾隆皇帝六十五岁还生育了最小女儿,因此即便这时唐玉宗已年满六十,也不一定丧失生育能力。 另外一点可以证明原因不在于唐玉宗,杨贵妃在入宫之前,曾和寿王礼貌一起生活五年,史书中也未有任何记载杨玉环和寿王礼貌共同繁育了子嗣,相反,后来寿王礼貌另娶为氏之后,为氏先后为寿王礼貌生育了数位子嗣,礼貌晚年总体也算儿孙满堂。 那么,责任有可能出在杨贵妃身上了。 荔枝泡酒 一记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识荔枝来,这句诗讲的是杨贵妃特别爱吃荔枝,杨玉环吃荔枝的时候也爱喝酒。 那么,荔枝泡酒是否对生育有影响? 从荔枝泡酒功效来看,荔枝喝酒不仅对生育没有影响,相反还有助于身体健康。 荔枝丸 传闻杨贵妃不能生育有可能是长期使用一种荔枝丸的药丸。 荔枝丸是一种有催情作用的美容香精,塞到肚脐眼里融化到体内,会使人肌肤胜血,双眸四星。 相传赵飞燕这对姐妹就是长期使用这种药深得汉成帝宠爱。 荔枝是中药材的一种,来源荔枝动物中雄射的肚脐和生殖器之间的腺囊的分泌物,干燥后成颗粒状或块状,可以制成香料,也可以入药。 荔枝的主要功效有开窍醒神,活血通经,消肿止痛。 荔枝是中枢神经兴奋剂,在西药中被制作为强心剂兴奋剂等急救药。 在中药里有散育、平滑肌、催生下胎也就是堕胎等功能,是孕妇禁服药物。 还有一种可能性,唐玄宗处于政权上的考虑。 杨贵妃在入宫前,毕竟和寿王李茂曾经做过五年夫妻,后被唐玄宗看忠才纳入宫中。 倘若杨贵妃在为李隆基生育子嗣,以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,有可能引发夺敌风波,从而影响朝政。 毕竟此时李隆基已经拥有三十个儿子,根本不缺皇位继承人选。 为了确保江山设计稳定,唐玄宗完全有可能一直不让杨玉环怀孕,这样也不影响过二人世界。 唐玄宗独宠杨玉环十一年,杨玉环始终未生育,有可能是唐玄宗出于江山设计考虑,始终未让杨贵妃怀孕,毕竟帝王为了江山可以牺牲一切。 何况一个妃子,否则马为颇下,唐玄宗会为了保住皇位牺牲掉杨贵妃。